你再跑啊你 有本人再跑啊 跑 你跑啊 跑个试试 跑啊 让你换钱 谁允许你们在本少爷的地盘撒野的 走 谢谢啊 看来他之前熊巴巴的样子 全都是装出来的 我就说我喜欢的熊骑士 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不起 我说我怎么每次好好走路 都能碰到你啊 明明是有人冲到我的怀里的 喂 你这个冰块脸别乱说 你看看我的衣服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别乱来 你干吗 别动 哎呀 我在这儿想什么呢 哎呀 我在这儿想什么呢 我还要去找我的熊骑士呢 这个郑初遥真是的 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熊骑士 本小姐还懒得着你呢 原来熊骑士是郑初遥啊 哎 郑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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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下 你别跑啊 我们今天一起回家吧 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回家 因为 熊路啊 熊路 走嘛 跟我走 你谁啊 挺早 你们 各位大哥 你们这事要ída 我们带上到哪儿啊 要不要先把枪放下 你在 小心走走啊 走 要不是路过失业伏力射了吗 四位大哥 不会是要给我们买茶叶蛋吧 快点 走 主要 这是不是后院停车的地方 快 走啊 别推了 快走 诶 初遥 这是什么地方啊 别 诶 你看 前面是不是我们之前路过的后院的那个砖房啊 我警告你们啊 赶紧放我们两个离开 初遥 别说了 初遥 我已经认得你们的脸了 惹到我日药集团 你们就死定了 我们其实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要是想要钱的话 我们马上就打给你 你们放了我们吧 林兴臣 你怎么搞的 小语学长 你平常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这会儿又变成胆小鬼了 你 你别说了 你快去找人帮忙 可是小语学长 你这样会让自己很危险的 小语学长 你快去啊 快 快 走他们手机 叫出来 什么手机啊 喂 叫出来 干嘛 我没有带手机 喂 走 大哥你看 耍我们 给他们那颜色教教 等一等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敢在我的地盘撒野 你祸你 初遥 你祸你 你 上没 你上没 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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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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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他 放开他 放开我 雪强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走 姜静怡 陈安 抓他 初遥 没事吧 初遥 初遥 撤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 他们在那儿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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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跑 站住 站住 吓死我了 别跑 别跑 喂 郑初遥 你去哪儿啊 你等等我啊 你还好吧 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你受伤了 郑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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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受伤吧 受伤 你开什么玩笑啊 要不是姜丽宇那家伙 本上也找到一群把他们打趴下 傻瓜 对了 也不知道今天那些人是来干什么的 等一下 你受伤了 怎么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疼不疼 不疼 没事就好 我呢 先回去查一查 今天这事啊 不能就这么算了 怎么好端端的 会有血迹啊 不会是姜念雨 她受伤了吧 我 我 我唇膏落在这儿了 我回来找唇膏 你们继续吧 刚刚小语学长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的 怎么 你这个人怎么 走 你也赶快走吧 小心她们再回来 你要是在乎我的话 你不就叫我一起跟你走了吗 停 好 看来挺有精神的嘛 也没怎么受伤啊 等等 那个 你中午吃的什么呀 食堂 有点咸 下次就不要再叫这家猪蹄烫的外卖了 不过 谢谢 谢谢 还有 今晚的家教课 记得预洗 知道了 天哪 我没眼花吧 这个冰块脸 居然对我笑了 行了 冰块脸 这 会只会了不起啊 最讨厌这种爱出风头的人 你 你 你放心啦 乐器玩坏了 我整个乐团都换成新的 啊 楚药 你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 看你这样子 我都觉得心疼 你什么意思啊 你在这里不开心 是不是也是因为 你的未婚妻 喜欢上了别人啊 谁说她是我的未婚妻啊 你 你说她喜欢谁啊 江电宇 我有话跟你说 听说你在当林星辰的家教 她给你的家教费多少 我出十倍 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家教就可以 对她有非分之想 你跟她不可能的 林星辰 我认识她十年了吧 她是什么样的人 会选择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她是不会选择你的 你是在吃醋的 我会对她吃醋吗 也对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 你跟她之间没有关系 她是我的舞伴 我不会允许我的舞伴 跟别的男人有亲密接触 你明不明白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我今晚还有跟林星辰上家教课 就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 还有我也是林星辰的舞蹈老师 她学得很开心 她学得很开心 林星辰 今晚你家教课取消 你要好好开始练习舞蹈 跟我走 你要是期末考试不及格的话 是会不会退学的 学校是我架开的 我说了算 跟我走 林星辰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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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跟我 干什么呀 你们忘了我是昨天 刚刚经历过危险的人 而且我不想上舞蹈课 也不想上家教课 能不能都不上啊 不行 随便你想干什么 反正我是没力气了 你干嘛 我就是随便说说 你冷静冷静 我就是随便说说 你千万要冷静 不要激动 喂 你这是 你的脚受伤了 这里痛吗 嗯 嗯 这里 江念雨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嗯 哎 你说一个人怎么能这么精神分裂啊 就说那个郑楚耀吧 她其实有另一种身份 她在另一个身份的时候 对我别提有多温柔 多体贴了 简直就是我的歧视 可是她用另一种身份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就又霸道又幼稚 你说怎么回事啊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确定那个身份是她 当然了 你可别小看女人的直觉 哎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歹你也是个男人 男人应该了解男人吧 喂 你怎么不说话啊 难不成 你跟他不是一种人 其实你喜欢的是 疼死了 你干嘛 一会儿动一动 应该脚不会痛 嗯 真的不痛了 没想到你还挺有一手嘛 身仓不漏啊 这两天脚步不要聚来活动 知道吗 上课吧 嗯 自从那件事之后 小语学长就没有笑过 她居然对林星辰笑 是吗 这很漂亮啊 我看什么 我看什么 我听说她的礼服 是刀里集团的设计师 特地为她设计的耶 太美了吧 真是女生啊 哎 一天一天陪我到老 嘿 你的嘴角 我的女神 你今天也太漂亮了吧 根本就是让其他女生 难堪啊 那我呢 我不美吗 你当然很美啊 你已经很美了 这就不用再多说了 对不对 来 不生气了啊 哎 云洋洋的衣服怎么那么美啊 她家不是没有钱买这种衣服吗 对啊 听说是她自己设计的呢 林星辰 你想什么呢 今天是你最重要的日子 你要和你的熊骑士未婚夫郑楚药 跳第一支舞啊 今天是本学院今年最盛大的节日 我们共聚一堂 欢送学习的即将结束 尽管很快会有让有些人头疼的希望口事 但今天 喂 姚洋洋来当你的舞伴 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你的脚没事吧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之前练舞的事 那时候把我当成余洋洋了 算了 反正今天舞会的男女主角 是我跟我的药王子 一会儿 他就会邀请我跳第一支舞 而你跟你的余洋洋 就去当配角吧 现在我宣布 舞会正式开始 由去年的舞王郑楚药 邀请他的舞伴 为我们跳第一支舞 dollars 也许 可以请你跳第一支舞吗 但是你喜欢家在这儿 我愿意长得很要求vet 我愿意� trophies 我们渠连个月 就是薄�imались 我愿意味溜它 有整齐的風海 都很吸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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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星辰 跳起舞来 好漂亮啊 希望 有机会可以跟他跳舞 要保持很美 要将偶 要像个公主 公主永远不会被打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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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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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退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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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